下星期二就是其中选举了 请大家千万要去投票 在这边帮民主党打个广告 宾州的参议员参选人 John Featherman 有时非常严密 有效 而且绝对可以帮助宾州的居民 克服通货膨胀的方法 这一段 如果翻译没看懂的话 不是我的错 因为这一段英文再好的人 也没办法听懂 我觉得最厉害的就是 这位CNN的主持人 Don Lemon Don Lemon 因为他还可以坐在那个地方 假装好像他听得懂一样 真是非常非常的强 但是我必须帮这位 John Featherman说句话 就是他的观点 他的做法 以及他说话的方式跟内容 其实跟我们的副总统 Kamala Harris 没有太大的差别 而且他说的还比 Kamala Harris 有道理很多 依照Kamala Harris的政治生涯来看 John Featherman的政治生涯 不但没有结束 而且还非常的有远景 说不定还可以当副总统 我没有在开玩笑 John Featherman的答案 其实跟我们的总统 Joe Biden的回答差不多 如果我们这次其中选举 可以就是非常的公平 民主党不会作弊的话 很不幸的是他们选举舞弊的可能性非常非常的高 现在我们实在很难相信美国的选举 但是如果这一次的其中选举可以正常的话 公平的运行的话 左派就会把他们失败的原因 全部推在其他东西上面 Fatherman的健康状况 俄罗斯侵入乌克兰 中国的压力 沙烏地阿拉伯的叛变 还有美国保守派的节目 反正千错万错就绝对不是他们的错 他们会把所有的问题都怪在别人的身上 而不会反省自己 其实是因为他们执政以来 所有的政策 所有的方向全部都失败了 John Featherman对于通货膨胀的答案 很糟糕 因为他本来就是一个很糟糕的人 在加上脑子中风 所以说脑子真的不太能动 所以他说话表达的方式也出了问题 但是不要以为 这是因为民主党没有办法回答 这个问题的唯一原因 不要以为民主党没有办法回答 只是纯粹是因为 John Featherman的健康状况 因为我在说 他回应的方式跟Joe Biden的回答 差不多的时候不是开玩笑 他在那个地方还隐隐约约的说 类似什么企业减税 跟联储会利息调涨之类的 甚至 比Joe Biden的回答还要更合理 没有改变在货币的货币 只是改变在货币 他们说到货币 我们在说货币 货币 货币是一种世界的问题 就是因为伊拉克战争 因为我儿子在这场战争当中死去 刚刚那句话 有好多错误的地方 最有问题的地方就是 他儿子不是在伊拉克死掉的 他儿子是在Delaware脑癌死掉的 当时他是Delaware的总检察长 Attorney General 而且这不是他第一次杀这个谎 10月的时候他在Colorado演讲的时候 也说他的儿子英勇的死在伊拉克战场 我不知道为什么 可能是因为他真的是老人痴呆了 过去的记忆越来越模糊的迹象 或许是这样 但是或许这就是整个拜登的政治生涯 他就是一直在编故事 一直在骗人 Joe Biden他的学历是造假的 他在参议院投票记录也是在说 他在说谎 他在造假的 他之前是100%反对同婚的 而且说婚姻是神圣的 是一男一女的 不应该有任何的改变 我们来回顾一下他当时的回答 2008年副总统辩论会的时候 他说的话 这个菩标应 companion 部长 是特别说 如果你是用 你的問號是否他支援婚姻 我的答案是同樣的 我沒有 很好,你同意 我們現在移到外國政策 他不知道Google存在的嗎 還是他真的是老人吃呆到 他真的覺得自己的兒子死在伊拉克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這個人根本就不該當美國總統 他根本無法勝任這個工作 就像我們接受他的說法 就是通貨膨脹是因為全球的問題 是因為俄羅斯侵略烏克蘭 我們也要問 烏克蘭被侵略是誰造成的 其實就是他一手造成的 而且這不是我說的 是現在正在被侵略的烏克蘭總統 總統還是總理 澤連斯基他自己說的 如果拜登沒有同意俄羅斯的兩條油管的話 俄羅斯是不會侵入烏克蘭的 為什麼在我有記憶以來 只有川普執政的那四年 俄羅斯乖乖的 沒有侵略任何人 很多人在網路上傳那些影片說什麼 美國有史以來有幾年是沒有打仗的 然後就一堆中國共產黨跟台灣的國民黨 在那邊自我感覺良好就說 對啊你看我們中國一直以來都是和平主義 從來就沒有侵犯過人 越戰韓戰共產黨都沒出兵 中國侵略過越南你知道嗎 中國跟俄羅斯也打過仗你知道嗎 中國到現在還有跟印度是有領土紛爭的 幾年前還有兩軍流血衝突過死過人知道嗎 中國在東南亞到處打壓東南亞的國家 你知道嗎 俄羅斯更是這個樣子 George W. Bush的時候 小布希的時候 俄羅斯侵略Georgia 歐巴馬的時候 俄羅斯侵略烏克蘭 Crimea就是那個時候被拿走的 川普那個時候什麼都沒有 世界和平 中東都開始簽和平協議 然後Joe Biden就突然變成快要世界大戰了 因為川普時期美國的國力是最強的時候 經濟、軍事、石油儲備、能源方面 他對俄羅斯更是非常非常的堅硬 他逼著北約要付更多的錢 在他們自己的軍事防衛上面 他要求北約如果要美國保護的話 就乖乖的付錢 不然這對美國太不公平了 他對中國也是這個樣子 對日本也是一樣 而且根據報導 川普跟普丁說過 如果你打烏克蘭的話 我就會打莫斯科 那如果你是普丁的話 你會怎麼想 川普這人應該是吹牛了吧 這人神經病吧 我覺得他講出這句話 大概只有5%的可能性會這麼做 但是就是這5% 我普丁我就應該小心了 只要5%就是一個不能被接受的危機 因為這個人好像說話他都有做到 就是這樣強硬的美國 強大的美國 才有可能創造世界和平 北韓都乖乖的 中國也乖乖的 為什麼 因為沒人知道川普在想什麼 沒人知道川普下一步會幹嘛 他說我反對伊拉克戰爭 伊拉克戰爭沒有道德 而且沒有意義 然後下一秒 美軍的無人機 就把伊朗軍銜最高的元帥擊斃 國際這些想要鬧事的國家 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 他不像Joe Biden 一樣可以被解讀的一干二金 放心華盛頓晚上7點之後 就不會發生任何事情了 因為拜登跟他的狗在床上睡覺 普丁看得一清二楚 美國有多軟弱 美國有多分裂 美國的總統有多老人痴呆 就是這個樣子清晰而且軟弱的美國 國際才會亂成這樣 所以說通貨膨脹是誰的錯 或許真的就是烏克蘭 或許真的就是普丁 但是追根究底就是拜登這個人軟弱的錯